大家好,我是爱说电影的刀刀将,今天讲一个大叔也搞笑的故事,大叔从车祸中醒来,能听老虎唱歌,还能和母星星聊天,与二哈子合作,最后救了一只会中国功夫的大熊猫,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 大叔是一名特工,做了几十年的轮板斗,今天领导大漂亮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,保护邻国的特使,这可把大叔高兴坏了,这事要办成了,雾纱猫该升一级了吧。 可让大叔没想到的是,大使居然是一只胖胖的大熊猫,这家伙还知道挥手和粉丝打招呼,这边的二哈子似乎感觉到了危险,一个劲的狂吠。 此时不远处的草坪上,出现了几个陌生人,一颗烟雾弹落在台上,冒出滚滚浓烟,现场一片混乱,大叔着急慌张呼叫救援,这边的二哈子挣脱了狗链,下一秒二哈就出现在恐怖分子的面前,这下尴尬了,自己就是条二哈而已,哪里干得过一群人呀,于是还是赶紧夹起尾巴跑路吧。 这一幕恰好被一只大猩猩看到了,大熊猫受到惊吓,四处逃窜,被一伙人打了几只麻药,他们正要把大熊猫运走时,大叔赶到了,烟雾弹喷出浓浓的黑烟,大叔悲催了,眼泪鼻涕一起流,就在这个时候,一辆不知从哪里来的车子撞向了大叔,一个漂亮的后空翻,头先着了地。 眼触趴来的二哈子正在对他大吼,好狗不当道,狗居然说人话了,这是出现幻听了吗? 清醒过来的大叔还不知道自己有了超能力,在超市里,老鼠开口说人话,刺猬也唠叨个不停,大叔才知道自己有了超能力。 回到办事处,大叔趴在鱼缸上,偷听鱼儿们的谈话,得知自己要被开除,大叔哭了,自己还有三十年房贷没还呀, 大漂亮上司完愿大叔太不给力,临走时,大叔交出了配枪和证件,但他撂下了一句狠话,我一定找回大熊猫。 要找线索就得去动物园,在这里,大叔遇到了星星大婶,这人要倒霉,连动物都嫌弃。 被星星大婶吸落一份后,大叔被迫接受了一个猥琐的脚印,在得到了一本写真集后,星星大婶告诉大叔,当天的那只二哈子知道大熊猫的下落。 根据星星大婶提供的线索,大叔找到了二哈子,这伙正在一群动物面前穿牛皮。 鹦鹉大姐头看到人类入侵的领地,连忙召集动物小弟,有怕被送到屠宰场的野猪,还有被人类抛弃的宠物小乌龟。 大叔似乎被吓傻了,一群动物冲了过来,四根火腿飞镖甩了出去,小动物们的攻击节奏被打乱了,喂了一口吃的,友谊的小船说饭就饭。 大叔趁机抢走了二哈子,二哈来到大叔的家中,跳到床上玩得那个开心样,玩睡后大叔还得给他搓澡解发,这回二哈舒服了,他决定帮助大叔。 第二天他们来到了竹林,二哈在地上一顿瞎闻,还真让他发现了劫肺的踪迹,大叔调出沿途监控,查到了可疑车辆。 晚上一人一狗偷溜进了嫌疑人的公司,原来,黑心哥想利用大熊猫的基因,科隆出迷你大熊猫,人们可以来公司联养回去当宠物。 不得不说,黑心哥的梦想还是挺亲民的。 在停车场,二哈看到了黑心哥,这次他没有认怂,追了出去。 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,二哈见到了失踪的大熊猫,过一会儿,两只动物就建立起了跨越种族的友谊。 二哈表示,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。 临走时,大熊猫还把心爱的玩具送给了二哈。 大叔看到二哈带回来的红球,立马相信了二哈。 他们来到工厂,大叔缴获了一支麻醉枪,黑暗中劫匪一个斤一个地去领了盒饭,他们终于救出了大熊猫。 死里逃生的三人,坐上了返程的公交车。 为了不让人怀疑,大熊猫还假装自己是穿了道具服的人类,不过还是把司机吓得够呛,一起经历了生死,难道他们打算结成一组三兄弟? 咱也别猜了,反正这回大叔可扬眉吐气了,单枪匹马找回了大熊猫,大漂亮上司对他也光不相看。 要说故事就这样结束了,但是二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,独自跑去探个究竟,没想到落尽陷阱被抓住了。 大叔找不到二哈,连忙请鹦鹉大神帮忙。 鹦鹉大神的交际圈非常广,找到一群鸽子姐妹传播消息,虔诚的鸟儿动了起来,一起寻找二哈的下落。 首先找到二哈的是一只乌鸦,大叔从老鹰的口中得知二哈的下落,紧接着大叔就到了现场。 此时二哈肚子里有红灯闪烁,原来黑心书给二哈喂了一颗定时炸弹,打算利用二哈杀掉大熊猫。 关键时刻大熊猫一记飞腿,踹飞了特工小弟,大叔翻出信号格断移,前军一发间关掉了定时炸弹,恐怖分子的阴谋破产了。 二哈追上了天台,扑倒了黑心哥,可是怎么打都打不过,黑心哥朝二哈开了一枪,大叔扑了过去挡住了子弹。 主角都倒下了,甘伦到龙套们登场了,黑心哥被成功制服,影片结束。 鉴于二哈的英勇表现,他被授予了英雄勋章,大叔也登上了举座的宝座。 一部奇幻的搞笑动物电影,里面动物的擬人化动作都非常搞笑,配音和台词也与众不同。 喜欢这部电影的同学可以从头到尾看一遍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拜拜啦。